這場比賽中 加拿大對他們發揮最理想的地方 球轉移到湖底 切入 靠在對方身上的出手 還是打進 球交給Mars 進去轉身單打 靠在對方身上的出手 沒進 Christian要抓籃板球 但是被加拿大 球都相當的純熟 也幫助今天加拿大 都是拿下助攻跟得分 進去 這個球給得漂亮 比賽當中 加拿大隊他們發揮最理想的地方在哪邊 其實在失誤的部分 他們做得相當不錯 很少的失誤 今年的奪冠大熱門 是 正中有六位超過兩百的 然後還有兩位超過兩百一的 而且正在選手存你 以前的跳投出手沒有 打板球就會被加拿大再拿到 再出來 有了 兩次從這地方切進去的傳球都失誤 快攻機會 好球 加拿大隊先沒有多打手 四個打三個 再給回傳 跑球 藍底下要扣 有效可以利用身體的炎戰 去避開對方的封阻 如果正常單腳的話 也只要對方抓的時間 那這樣的防守 教練團一開始才會給余煥亞 快沒有時間了 只要投了 被蓋了火鍋 加拿大成功的防守 多打少 四打二 左邊自己上 出手得分 再給呂正如 呂正如 呂正如外線的跳投 這球出手不進 兩隊來到了第三節 單節命中率三分線都是0 都還沒有命中住第一刻三分線在第三節 這個球 外線的跳投 四天的比賽當中 長距十七點五分 Captain地板球壓進去 給得漂亮 球給他的底線 再出來 外線跳投出手 沒進 但籃板球又在加拿大隊手上 還有一秒鐘 球的底線外圍跳投出手 進 壓上球 完全被對位倒了 再往中間做轉移 交給Duanse 包投的動作 難度很高 籃板球漏掉了 比賽展開 這球交給Smith 再雙到中間 再回給Wood 外線開拳 出手 沒進 注意進這個籃板球 雖然拉下來 但是球被抄走 Williamson K Wood Wood 中間 再出來 Smith 中距離 跳投出手 G